大家好啊 这期继续辱包啊 包子里呢真不是个东西啊 但是呢要想把包子里赶走 真是没那么容易啊 所以有些人说包子里肯定连人 也是有那么一点道理的啊 用包子说他不讲道理 不讲道理是什么意思呀 他就是不按照极定的规则来呗 你再一个难得 所谓的流氓组织 他也是有规则的好吧 说这个 但是呢现在的反习派啊 围堵包子里呢是 真的是一步一步的来 一个一个的干 是吧 前两天呢干成了一件大二 就是在俄罗斯的问题上 双方各自出招 结果反习派取得伟大的胜利 是吧 所以你发现这个栗战书 习包子两个人啊 宁愿后援失火 也要两个人分头 你想想吧 他们俩应该算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嘛 前三名嘛 第一名是吸包包 第二名是李克强 第三名就是栗战书 两个人在短短的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 同时去见了这个什么普京 这足以说明包子里把所有的这个牌都压在这个俄罗斯身上 压在普京身上哎 结果没想到真是 反习派取得大胜 包子里出去丢了一些眼 是不是中途就撤回来了 是不是哎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所以北京这边的人告诉我说这个反习派啊 现在是 势头凶猛啊 这个士气高涨 因为在俄罗斯的问题上 反习派元老派取得伟大的胜利啊 真的 一江森涌最穷口 不可顾名学包子 是不是 一定要赶紧干 要继续干 所以现在他们说重点就是在于 这个什么 病毒 清零 封城这个东西 哎 所以现在这两天 中共国内的墙内啊 出现了一篇这个 紧急呼吁书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看上去应该是一个 普通老百姓写的 但是仔细看呢 应该这个老百姓 不可能知道了这么详细 而且他那个口气 应该是有一定身份的人物 后来我问了北京的一些哥们 哎呀 共产党内斗 他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制造民意 假装是来自于基层的声音 其实是高层自己写好了 放出来的啊 是他们都喜欢这么搞 是不是 废话不多说 跟大家念一念啊 然后呢 加以简单的一个乳包啊 看能不能说出什么 描手偶得的句子 好吧 激心发挥的啊 紧急呼吁中共元老启动追究 习近平恶意扩算疫苗特别的回忆 哎 你看这个这个标题挺有意思的 首先第一是中共元老 你这会儿你就明白了啊 现在要赶走中共 必须靠元老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我昨天说了一期节目 有人就还下面很聪明的流了一个眼 所以啊 在共产党这种完全这个独裁的体制下面 一党独裁的体制下面呢 有一个说就丁小平那个时候搞的吗 叫中国中央顾问委员会 这个东西它是有点用的 是吧 所以你回头再看起来啊 你说这个过去的封建社会吧 就是所谓的封建社会啊 其实是个很愚蠢的词 就是有这个纯年听证 是吧 有太阳皇 有皇太后 有这些个词 对吧 它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看起来 其实它有点这个权力分散制衡的味道的啊 你看中共元老启动追究习近平 恶意扩散疫苗 这个东西这个就不得了了啊 话都说成这样了 说整个疫苗那个扩散可不是扩散到中国啊 是扩散到全世界 如果中共国内的元老们都要去追追究习近平的恶意扩散疫苗 让全世界得了啊 这不是一般人能能搞的话啊 能写的话啊 了不得的事情 如果真的搞起来的话 希望是十个老子都留不住啊 是不是 说习近平在瘟疫的萌芽 可亲临且高死亡率使其堵这个李文亮的和高福的嘴 阻止国务院启动二级防疫 逼迫专家网广发 对公众造谣人不传人制造万家宴的春节的气氛 你看这个一共说了四个事 他不说我真不知道啊 你说我是每天都盯着这个细胞子 就是你反复的就是你看的人啊 我都没他说的这么清楚啊 原来第一步他是堵这个什么李文亮和高福的嘴 这个我知道 第二个是阻止国务院启动二级防疫 这个东西我以前听说过的啊 说当时国务院李克强说去搞一个二级防疫 然后搞起来 结果不让他搞 不管是吧 第三是逼迫专家网广发 对公众造谣人不传人 这个东西我还真不知道 没听说过啊 第四是制造万家宴的春节气氛 就是在武汉 这个事我知道 哎 他挺有意思的啊 都是如此持续二十多天 把武汉变成了巨大的病毒的培养的敏 气敏的敏啊 哎 这个字我认识的啊 比细胞子强点 我不会念成雪的啊 直到那些必然因春节国内外旅游和回乡而离开武汉的500万人几乎 什么几乎运走进走之后才封城 所以封城只是一个秀 那这个说的很好 这不就是有计划的 有步骤的恶意的扩散 疫苗 那是什么 你 如此 如今病毒 已经 如今病毒已经大流行 且死亡率已经降到非常的低 但是呢 习近平反而毫不在乎毁灭中国的经济和民生 铺天盖地搞一级放映和清零 更无视千千万万人被折腾死 饿穷 呃不 被折腾死 被饿死 被穷死 习近平反复在什么是正确防疫尺度的问题上狡辩 但是上述的过程已经铁证 习近平的防疫尺度问题上曾经反复颠倒 所以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的狡辩已经完全没有意义 鉴于习近平已经把大量公开反党章的团伙成员塞入政治局和地方政府 我再次紧急呼吁中共的元老启动追究习近平恶意扩散疫苗特别会议 开紧急会了啊 并且对病毒的来源的问题启动侦查 还有习近平必须在七中全会上说清楚 如此反复颠倒防疫的尺度居心何在 习近平在防疫的尺度问题上反复颠倒必定是有其私利 生命涂炭的邪恶的动机 真的 2022年9月18号 前天的事情 哎这个东西写的好啊 我说实话我如果不是这个不是特别特别体制内的人 你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啊 而且他也没有这个胆量 他写的还挺好的 真的 哎呀 我能说什么呢 我就告诉大家啊 中共的国内有些人真的是受不了了 现在有些人真的是哎呀 豁出去了 这是很有风险的 你要知道习近平人家现在还是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一把手 他弄死你不小意思吗 而且有名有信的啊 就是李徐来也不知道是真名是假名 我感觉到李徐来是个假名字啊 李克强徐是清风徐徐啊 来就是应该是李克强老师慢慢的来吧 是吧 救我们吧 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也许人家真的就叫李徐来啊 哎呀 我看到这样的 稿子以后吧 我真是感慨良多耶 感慨良多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他就是这么一个社会 他平时表现的非常的低端 非常的 真的因为我说的有低端米那场 大家都吃喝嫖赌草 但是你会发现他在关键的时候 有这种勇士出来说话 我不管他背后有没有人啊 就哪怕这会儿你 你就汪洋出来说这个话 那了不得的事情是不是 或者你这会儿说我们的杨家老师突然从这个一团骨灰是不是 又突然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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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活人又回来的 他说这样的话我也都表示很惊讶 这是很有危险的好不好 嗯真的 所以真的是鲁勋先生讲的 中国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有那么几个人 贴近当道以描手诸文章 为民请命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 就是习包子这个人呢 真不是东西啊 所以我 我真的是强烈的呼吁大家 不要去为习包子站台了 不要去帮习包子传递他的那些个声音了 现在全世界的说习包子要连任的这种声音呢 都是有的人会怎么搞的 按照正常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你说是不是 就当年习江泽民那么有权力的时候 他的确想连任 他也没有 基本上江泽民到点他一定会退 他没构成一个话题 突然之间张万年 他们几个人搞了一个动议 说要连任两年的军委主席 从来没有说一个党的这个 一个所谓的领导人干了十年以后 现在把连任的这个这个风头 这个话题吵得如此火热 你不是说背后如果没有一个系统 就是有人指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你们这些个人呢 真的是拿到钱了 那我也就算了 人为财死嘛 鸟为狮王 你为了一点钱 你出卖良心 我也就不拐你了 没什么好说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没拿钱 你就是保持一个理中刻的东西 你在那里说 我真的建议你要保持一个起码的同性心 不能够这么干 因为这个势头它是煮起来跟水一样的 是不是 你一定要造成一个势头 你不能够说这些话 所以我上个节目 我在另外一个节目不是上个节目 我就还念过曹操的诗歌 你看他没有 我都没念完 我就念了一个白骨怒鱼 千米无极米 后面还有两句话 真的是 生命百一一 念之端人常 真的 真的 心里真是心脚痛 你心痛过吗 你心脚痛过吗 觉得胸口这个地方 突然就跟刀刺一样的 就跟扭着 就是痛得不行 有点窒息的感觉 真的 生命百一一 老百姓 是不是 一百个人里面才留一个人 念之 断人常 这句话多么应景 我们这些人 上好水好的 我每天都感觉到幸福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幸福 我做对什么事情 上帝对我这么好 讲究这么幸福的生活 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 真是想过个简单的日子 就那么的艰难 真的有一种念之 断人常的感觉 我也没什么用 是不是 好歹好久了 现在还有一个优管 跟大家扯不扯吧 真的 至少我表达一下我的情绪 所以习包子这个人真的是猪狗不辱 狗东西 真的 扒他的皮吃他的肉 大爷 真的把老百姓不当人看 都是个人何必呢 是不是 真的 神气 所以不要作恶 是吧 习包子作恶 人家是四个自信 五个自信 人家是大人物 你不要一天到晚忽悠说习包子一定要碾人 那碾人以后他脑百姓怎么办呢 还能活吗 你没死到你的头上 没饿到你的头上 不说了 说多了都是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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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